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他每次说话我都替他单着心 底下的人都是那种表情 他又怎么了是吧 但你每天都不会失望 反正人所说的话就是怎么样自己怎么说 你说说的不对吧有点道理 你说说的对吧也换成你你真不能那么说 真编实弊直言不讳 他的话激进中又透露着几分道理 中国是贵的房子太便宜的 便宜的房子太贵的 你要没粮食他可不就慌了 慌了时他可不就该举高加低 就是说他说的这个道理 我觉得就是还是有点道理的吧 洪宗背后又透露着几多无奈 今天他很想说 所以说这话不是我说的吗 是我说的 我不是这么说的 那就是媒体需要这句话 人志强独家回应 09十大惊人语录 本期话题 人志强这一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任意情 我们今天这个任意情呢 到底由谁来主持 反正不是我 我是嘉宾 这二位测一下丁可 到底今儿是谁来主持 就他主持了 不用了 就中间的他 今天呢 这期人意情是由 他不主持 说的话也最多 是任志强先生来 对 他实际就不能说 他每期在这个节目当中 身兼这个位置 是我们的策划费了 我们的导演费了 我们唯一不费的是摄像 剩下主持人嘉宾 一人一块单了 我们俩做个配角 你就自己主持吧 我们再听一听 说的不错 说的不错 什么题目 主持人还知道 问什么题目 这个怎么样 喜欢吗 还可以吧 很多人说 您在2009年特别忙 写了60多篇文章 这一年还说了很多的话 这些话 你都拿纸盖着 我们也看不见 一张一张丝 主持人很着急 我们就说你对他这个语录感兴趣吗 感兴趣 其实他每次说话 我都替他单着心 我说又要干什么呀 底下的人都是那种表情 他又怎么了 是吧 但是你每天都不会失望 动过几天一看 他又说了一个这个 你说说的不对吧 有点道理 你说说的对吧 也换成你 你真不能那么说 这是很奇怪 你像这种话 要让潘总说 回去之后 这个确实没法交代 第一句话 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吗 中国呢 说的好 就是年轻人有钱 年纪大的人反而没钱 什么事 本来钱的还有几个 是刚毕业的年轻人 实在买不起房 该怎么办 你买不起房子 实在在北京买不起房子吧 你劳动生产率低 到中小城市去 中小城市还买不起房子 说85%的家庭 买不起房也不对 还有其他财产 所以可是荒谬 这个要当大夫 这个怎么办 你说多少病人得崩溃 天下市 人一行 下集请看 不是我不明白 房价变化快 哎呦 难 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 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 这句话叫哥 你能这么说吗 年轻人为什么就买不起房子 哎 中国呢 说得好 就是年轻人有钱 年纪大的人反而没钱 在计划经济出来的人 你说有了什么钱 所以中国这个社会 跟日本社会是相反的 所以日本社会 70%的财富 在65岁的人手里面掌握着 而中国呢 中国呢 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 就年轻人有钱 对 他们叫富裕的老人社会 你说的我也同意 嗯 那你怎么说年轻人 少了几个字 什么什么 本来钱的还有几个字 是刚毕业的年轻人 就 这个人家长 刚大学毕业 家长 你原来说的是 刚毕业大学生 这些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 对 你要把 如果要那提问问题去掉了 那我就这个词就对不上话 所以前都是刚毕业的年轻人 主持人在这 咱再明确一下 这个也是现在 这个人 人总在各个地方被传来传去的一个普遍现象 就是他的话总处于断章局域阶段 大家一看 听完了之后 直观印象 这几句好玩 来 接下来 对 先散发出去再说 你是不是也算一受害者呢 就说 如果老反复听到这种这种话 这对你也算是伤害 这个断章 对社会是伤害 你无所谓 我只能被打倒 但我不能被 你说什么 因为我知道前头我说的时候还有那么几个字 但是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前面有这几个字 不过这个媒体呢 在传这些东西 这个叫断章取义 对 就是把前面的几个字啊 去掉 给它去掉了 最可笑的意思呢 是我跟他有一天下午 曾龙来曾龙去 两个观点不一样 还比较激烈 曾龙来一下午 第二天我一看报纸上面 把我跟他的名字搞错了 我看了不舒服 他看了也不舒服 他说的话是我说的 我凭什么为这个东西来争的 对啊 然后我专门又写了一个 我说这个东西搞了错了 他也不满意 这搞错的还简单了 反正你都说过这些话 就把俩人一颠倒就完了 他中央还有一些弄错了 就是他说的是他说的 我说的是我说的 所以前面的话 就是彻底都不错了 所以我一看的话 就觉得心里面特不舒服 我专门给这个记者打个电话 我说你在现场 你怎么把我们俩搞错了呢 他说我没搞错 是编辑搞错了 编辑一编给编来了 编辑不在现场 那就是那是病毒的问题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他说这句话之后 好像我在现场 你在现场 是吧 现在也有前提 你给证明一下 我先问 说完这句话之后 现场什么反应 现场是有个小伙子就起来 说任总 我有个问题 向你请教一下 他又是对人家打击 是吗 说是房价越来越高 我的收入这样低的 我就买不起房子 您给我处处注意怎么办 他这么说的 任总说 你买不起房子 是在北京买不起房子吧 你劳动生产率低 到中小城市去 中小城市还买不起房子 到农村去 在地上去建房子去 是不是这样 完事的话 应该是这样 他前头 那个人说着 他是外地的大学生 要留在城市 所以才有一个 农村来的 这个买不起房子 就回农村去 你没什么别的想法吧 没什么恶意吧 没有 或者这个 是个历史竞争规律 从来都是 我在高时候的地区 买不起房子 我就要中等收入 中等收入 我还买不起 我就到地区 有道理 是吧 不见得都在北京买房子 对啊 这确实 而且这些农村台 年轻人本来 一直在家里 就分了宅地地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 城市用地不够呢 城市 我们有九亿农民 分了宅地地了 可是现在 九亿农民的宅地地 只住了七亿人 其中两亿人进了城了 那么城市地呢 就少了 它肯定不够 所以你买不起房子 是很城市长的 后来 你该回农村 后来一个小伙子怎么样 听完这番话 后来很受打击 就回农村去了 没回农村去 反正就坐下来 我看表情也是很 很安然 很难受吧 我看了以后很难受 这个幸亏 现在坐了 坐了这个 华远的总裁了 这个要当大夫 你说这个怎么办呀 多少 你说多少病人得崩溃呀 好 继续下半 这个粘子太结实了 粉丝卖到鱼翅的价格 才叫泡沫 这个不要随便 发表屏幕啊 请不要对 所有中国有任何联想啊 粉丝卖到 这 这算了吧 这 泡沫 不能算 对不对 我想问问 这句话 说句实话 这不是我说的 是我演绎的 这是周期仁教授说的 粉丝卖到鱼翅的价格 周期仁教授 举例子 举的是 玉金箱泡沫问题 就是把那个最便宜的玉金箱 卖到了最贵的玉金箱的 价格的时候 才叫泡沫 那就是 因为现在的玉金箱 和当时的玉金箱 都有很贵的玉金箱 现在玉金箱 也有一颗 一颗玉金箱 相当于奔驰车价格的 还这么贵 一百多万 但是你不能把那个 只值一杯开水的玉金箱 也卖到了一百多万 所以我变相的 举了个例子 把粉丝不能当鱼翅卖 鱼翅价格再贵 也没关系 但是你要把粉丝 卖到了鱼翅价格 那就一定是跑 那现在有很多 或者你看到一些粉丝 卖鱼翅了吗 不能这么说 比如说我们前面 曾经谈到过三亚的房子 但是三亚房子 并不是都是两三万块钱的房子 也有便宜的房子 就没有看到这个大批的 就市面上没有鱼翅了 都是粉丝 鱼翅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一条是别人说的 看下一条 85%家庭买不起房 简直荒谬 就会说的一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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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